如果你真的有生命的话 你就再出来帮帮我 一个见过龙的人会有多么奇怪 这个男人没到一个陌生地方 都要说出里面到底有多少人 别人都以为他精神不正常 可是到底是不是病 只有男人自己知道 七小时后 男人下海游玩 在水中他看到了一条青色巨龙 更神奇的是 这条巨龙竟然长着九个头 自此以后 男人就有了鼠人的毛病 身上也突然出现了一个青龙纹身 所以人们都叫他九龙 而纹身和妻子也成为了他的逆离 九龙是一名卧底 他在执行任务时 被黑老大发现 身上的纹身也成为了嘲笑的对象 九龙彻底怒了 早些年他可是拳击冠军 暴力挣脱束缚 拿着枪就是一顿乱事 黑老大被吓得慌忙逃窜 来到一对新人的婚礼现场 九龙很快就追了过来 直接把他按在桌子上 两枪下去 黑老大瞬间变成了阳过 虽说这黑老大也是罪大恶极 但九龙在公共场合开箱 影响太过于恶劣 九龙被降职 调到了一个偏远的小县城 在他刚上任的第一天 就在海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上司也在施压 让他尽快破案 九龙只好带着妻子 在深夜埋伏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目标 但这个人 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混混 就在此时 耳机中突然传来女友的尖叫 只见一个男人 骑着自行车 后头上放着一个鲜红的袋子 九龙飞奔过去 抓住了那个袋子 他感觉到 里面就是自己的妻子 可就在此时 男人突然开枪 九龙的心脏中了一枪 摔倒在地 所有人都认为九龙死了 但只有九龙知道 子弹只是打穿了皮肤 那条龙在保护着他 妻子的离世 让九龙对生活失去了动力 只是一年的时间 九龙就变成了一个中年大叔 一个命叫阿威的男人找到他 说命案再次发生 跟一年前一模一样 九龙来到案发现场 精神模拟当时的情况 成功让他找到了一枚子弹 根据调查 他们锁定了一个健身房的老板 喜丽山 喜丽山正常跟一个 瑜伽教练通话 教练在电话里说 要去找九龙报仇 九龙听完 立马带人上楼 双方随即展开机器的枪战 最终九龙追着教练来到电车上 正好此时 列车长开门 教练直接一脚 将他踹了回去 无意间触碰到了电车的加速器 电车之后 撞到一户人家 才停了下来 教练死了 九龙却活了过来 他知道 青龙再次保护了他 九龙在屋子里 发现了一个沾满鲜血的袋子 这就是自己的妻子 他放生痛哭 不想再失去任何人 就在此时 一声龙音传来 九龙警方出门查看 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回去时 阿伟让九龙看了一段视频 原来在三年前 九龙和喜利山 参加了一场慈善拳击比赛 九龙碾压喜利山 获得了冠军 而喜利山的孩子 被一群女警嘲讽 在市场大吵大闹 最终出了车祸 那个瑜伽教练 是喜利山的妻子 他们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替孩子报仇 九龙来到健身房 寻找喜利山 双方随机展开了一场大战 九龙这些年缺乏锻炼 根本不是喜利山的对手 可就在此时 喜利山扯碎了九龙的上衣 露出了他 盘满全身的龙纹 喜利山还嘲讽青龙 是条废龙 可随之此时的九龙 像是变了一个人 马喜利山 安在地上摩擦 喜利山终究是怕了 躲在钢化玻璃后面 可九龙根本不慌 直接将钢化玻璃撞开 又是一顿摩擦 两人抱着一根蹦极绳子 从高空坠落 九龙来不及坠赶 让喜利山上了一艘快艇 可就在此时 电闪雷鸣 水中慢慢出现了九个龙头 再次一气甩了喜利山 最后一尾巴 直接把喜利山打到了岸上 同时看到这一幕 当场愣在了原地 他没有见过龙 就看到喜利山 从海里飞来 九龙也许见过龙 也许没有见过 那龙到底存在吗 没人知道 是 没有人知道 看起来